收到了臭豆腐 很多人都会想到新北的深坑 这一间开业67年的老店 可是当地的指标性美食 招牌的麻辣臭豆腐 吃进嘴里 香臭味喷发 辣紧十足 每一口都是一次风味的冲击 让人欲罢不能 除了麻辣臭豆腐 金炖牛腩人气也很高 随手一捞是满满的大块牛肉 牛腩吃起来相当的软嫩 带着香辣味 让人越吃越上瘾 滚滚滷汤里 一颗颗吸饱麻辣汤汁的臭豆腐 烹发鱿郁香气 敬着客人闻香上门 帮你们上麻辣臭豆腐 我大概七八年没有回来台湾了 然后长期在温哥华 然后这一次回来 就很想吃吃看臭豆腐 然后我的朋友跟家人都说 你要吃臭豆腐就一定要来深坑 在外面就闻到它的香味了 那种口味是在我们南部屏东 高雄是吃不到的 客人们很捧场的臭豆腐料理 就开在新北深肯老街里 能在臭豆腐小吃的聚集地 飘香超过六十年 从选菜开始就要很讲究 可以用做现菜发酵的豆腐 用最天然的成分去做的卤水 孔洞密集度要高 保水度要充足 不会太韵也不会太软 主角豆腐有了乳汤制作 有得要备心 得先炒香大盘洋葱 葱还有辣椒 鲜味香味打底 等到洋葱跟葱的香气出来之后 会加入辣椒酱 炒出它的红油跟香气 那再来的话 我们会再加酱油辣椒干 鸡心辣椒干 会增加它的辣度 加进的三种辣椒 提升臭豆腐的辣度 再用鸡膏汤 让卤汤更加温存顺口 熬煮过程中 火候得小心掌握 豆腐才会更有味道 本身是要用大火煎下去卤 那等到滚了之后关中火 让它有里面膨胀 我们加入冷水它会收缩 豆腐会把外面的卤汤吸进去 让豆腐才会入味 要一直卤到豆腐表面出现皱褶 才算是吸饱了汤汁 一上桌麻辣臭豆腐香气扑鼻 光闻味道就让人胃口大开 切开来里头满满口洞 锁住了麻辣卤汤 臭豆腐独有的香气 在辣香中更加浓郁 吃来相当过瘾 它吸饱那个汤汁的豆腐 我会觉得会像爆浆 爆湿 而且是咬下去之后 那个汁就是流出来 你会觉得舍不得浪费 到要把汁吃下去的那一种的口感 刘冠德的家传料理还有红烧板豆腐 以前我阿公 那个时候有一位名人来店里吃饭 那个时候没有红烧豆腐 他用红烧的方式 滷这个板豆腐给那位名人吃 那他吃了很喜欢之后就传开来 板豆腐的滷汤得先用猪油煸香蒜头 再下酱油和鸡高糖下去烹调 皮出味道后 竹脚板豆腐才能入锅 刀球要软嫩 然后它的皮要有一点韧性 吃起来的口感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用到中小火 一样会让它膨胀之后再加水 让它收缩 经过小火慢炖 板豆腐吸饱了卤汤精华 筷子轻轻一夹就能捧开 吃来软嫩带着淡淡蒜香 滋味醒香吃来超级下饭 红烧板豆腐的头感就比较嫩 然后过后比较软一点 板豆腐可能就是接近于 我们自己家里的口味 是这样不一样 可能不吃那么重口味 可以考虑吃那个吧 厨房里刘贯德处理起食材相当熟练 毕竟这些工作是祖传生意 就算以前没做 也是从小看到大 油堂生活早与它密不可分 小时候会在这边服务客人 帮忙爸妈端菜之类的 然后就有一次不小心掉到高汤里面 那一次大概住院住一个多月 因为就是受伤难免 他就是会有服务客人的热情 儿时的恐怖经历 没让他对厨房却步 还是照着兴趣念了餐饮科系 要怎么看豆腐有什么入味 要怎么判断 什么时间该加水 什么时间好了 入味了可以专给客人吃的 那大概花了三四个月才看得出来 刘贯德花时间磨练出一身厨艺 拿手菜还有这道炖牛腩 选用温体的牛 牛腩肉 它的油滑会分布比较均匀 吃起来会比较Q弹 我们会先经过汆烫 汆烫完之后再切 切完之后再做卤汁的动作 卤汁香气要浓郁 姜跟洋葱得先用猪油爆香 再下辣椒酱炒出红油 堆点味道才能再下牛肉 拌炒之后让牛肉上色 跟外面包裹那个酱汁 然后再来就是酱油还有鸡膏汤 下完之后会把我们的中药材放下去 一起做炖煮 中药材里头有桂皮八角 让卤汤味道更有层次 一个小时后就能热乎乎起锅 尽管牛腩随手一咬都能咬到厚实肉块 牛腩入口先尝到肉的软嫩 随着来是一股火辣感有上舌尖 让人吃完大呼过瘾 就是有扎实加软 然后再加入味 然后它黑胡椒非常重 所以它的口味就是很重 平常不吃牛肉 也是偷偷来这边才行 老店招牌会还有这道麻辣鸭血 很多人的话都是会豆腐跟鸭血放在一起 但我爸觉得说鸭血跟豆腐 它的卤法会完全不一样 选用纯鸭血料理 德万德说这样萌水就够 煮起来才因为太干太阴 快速分析成块状 有用猪油 蒜头 还有酱油 用我们的密制调料 下去做浸泡卤的动作 这个的话有加花椒跟八角 提升它的香气 主角鸭血有了 还得再搭配它的好伙伴 大肠头才对味 我们的鸭血上面会铺上我们的大肠头 先经过汆烫 再切 切之后再卤一次 卤完一次之后放凉之后 要再卤第二次 才会去除大肠的腥味跟增加它的香气 然后把我们的卤料都卤进去卤透这样子 经高温洗礼的肥肠鸭血 鸭血如同海绵斑 吸收了辛辣卤汤 滑嫩入味 肥肠吃来Q软带进 麻辣感十足 让人越吃越上瘾 肥肠的话就是也没有腥味 那你吃下去就感觉有点上嚼口香糖 它的鸭血的话是滑滑的 暖暖的绵绵的也没有那种味道 没有那种味道 真的是不想再吃鸭血的那种感觉 有点像吃豆花 因为我们这边有个故事 我们很多客人吃完之后就觉得 很像他小时候吃的味道 他再过来看这个故事项之后 就发现是这个是以前他来吃过 那个是记忆中的味道 他也吃了很多人让我很感动 刘冠德的家传小吃 不少人一吃就是好几十年 他说他会坚持传统 延续老味道 希望让客人吃进嘴里满在心底 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新北的供僚 除了拥有美丽的海岸景观 也有不少美食 这间助力在海边的餐厅 老板利用石花丼来熬煮高汤 搭配新鲜的小卷 鲜虾 蔬菜 做成了海鲜米粉 满满一大碗 不只是料多味美 汤头更是浓郁鲜甜 另外店里头卖的龙虾 是选用东北角盛产的红角龙虾 简单地淋上了三绒酱 就可以直接清蒸 砍地 餐桌 零距离的美味 让陶客不怕烫手 直接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阵阵海风吹来 步调随着眼前的美景满了下来 满载而归的渔船 跨破宁静 驶进渔航 现补现捞的新鲜海味 引来大火一拥而上 我们今天几三百 好 白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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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千五百 好 刚捕捞上岸的活鱼大军 各个活蹦乱跳 萧文伟演名手快 看准目标立刻下手 为了抢雄亲的渔货 每天都要准时来渔港报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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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